每个人的童年都离不开各种口味的糖果 在五颜六色的糖纸里 包裹着的仿佛是什么灵药 能让小小年纪的我们 瞬间从低沉的情绪里抽离出来 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 你或许听说过有爱好者收藏邮票 收藏旧版人民币 但是你听说过有人收藏各种各样的老式糖纸吗 其中对据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也是给一代代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来自上海的大白兔 据说每七块大白兔奶糖就能冲泡一杯牛奶 触摸品质发现未来 请立即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大白兔甜蜜往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七颗大白兔奶糖可以冲泡一杯牛奶 也许有很多人在听到这种说法后 跃跃欲试 但是在当年 七颗大白兔奶糖的总价 是工人阶层一个月的工资 无数父母省吃俭用买下两颗糖果 回到家后 故作神秘地从背后掏出这份惊喜 放在子女面前 那份精心筹备的甜蜜 也许是今天的我们 很难能去体会到的 大白兔奶糖 正式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是中国国产糖果的代表 作为无数人童年 永远无法抹去的味道 它的历史 还要从当时盛极一时的米老鼠开始说起 1928年11月18日 第一部以米老鼠为主角的有声动画片 《威力号汽船》在纽约上映 短短八分钟的时间里 米老鼠一炮而红 1930年 迪士尼开始以日报形式推出米老鼠的卡通连环画 1932年 在两友画报的引进下 米老鼠这种卡通形象 开始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 张爱玲 林宇唐和鲁迅先生都在文章中提及过米老鼠 并对这种诙谐幽默的故事赞赏有加 一时间 和米老鼠相关的 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作品层出不穷 比如 米老鼠由小人国 米老鼠救火车 和米老鼠由上海 除了文化作品 当时的床单 果盘 香烟 很多生活用品上都画着米老鼠的卡通形象 受此影响 大白兔奶糖的前身 ABC米老鼠奶糖诞生了 1943年 冯伯庸在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海 经营着一家爱皮西糖果厂 当时 许多国外产品云集于此 其中永安公司代理销售的英国牛奶糖深受好评 再加上社会上风靡的米老鼠热潮 冯伯庸灵机一动 把孩子们最喜欢的米老鼠印在了糖纸上 为其取名为ABC米老鼠奶糖 和现在休闲零食的定位不同 因为当时的爱皮西糖果厂只有一条生产线 原材料依靠进口 所以成本极高 一颗奶糖的价格也令很多普通家庭万而兴态 只能在过年时买下几颗捧孩子开心 不过 它还是因为不特纯正的口味 和相对博来品更低廉的价格 成为风行上海滩的畅销奶糖 1956年 在全国工商业实行公司合营的浪潮下 爱皮西糖果厂被收归国有 改名为爱民糖果厂 当时 因为老鼠属于四海之一 再加上美国的经济封锁 以及迪士尼对商标问题的重视 不争馒头争口气的ABC米老鼠奶糖 弃用了之前的包装 在三喜光明这些名字都收效盛微后 直到1959年 生动可爱的大白兔形象和蓝白相见的糖纸 开始走入千家万户 在欢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 各行各业都拿出自家招牌为祖国庆生 凭借高品质和良好口碑 大白兔奶糖最终作为国庆县礼产品 重装上市 火遍了大江南北 当时 南京路食品一店 淮海路食品二店门前 买大白兔奶糖的顾客 常常大排长龙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大白兔奶糖更被看成为替代牛奶的营养佳品 大白兔奶糖也被当成了上海的一张名片 逢年过节时 一大把糖果里只有两颗大白兔 谁抢到就算谁的 大白兔在国内市场快速火爆 不仅成为了国兵礼品 也开始逐渐被国外友人赞赏 1972年 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 因为双方多年来意识形态的隔阂 以及中国对待美国 不卑不亢 不冷不热的态度 中国和美国访华先遣队的首次会面 如同敌人相遇 各个板着面孔 为了顺利推进中美建交 当时中国外交部人员发现 宾馆里为美国先遣队准备的 大白兔奶糖所剩无几 为了表达好客之情 以及缓解双方交着的关系 毛主席亲自下令 工厂林业加班赶着了500斤大白兔 这份甜蜜的礼物 融化了中美人民心中的尖兵 让黑格一星人感受到了中国的诚意 那年的美国复活节 大白兔成为美国人民 纷纷争抢的热门糖果 后来周总理还将大白兔送给前苏联领导人 不管是赫鲁晓夫还是伯列日涅夫 都对大白兔奶糖竖起过大拇指 2005年 大白兔奶糖所属上海观声园集团 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招标会上取得成功 大白兔奶糖的销量 随着热播剧汉舞大地的收视率一路飙升 随后大白兔奶糖成为2005年 大陆与台湾50年后首次执行的纪念糖果 2010年上海市博会的指定糖果 甚至在东南亚等地也颇受欢迎 1993年 大白兔迎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金丝侯 2000年时 金丝侯通过主打中低端糖品 在全国打开专卖店 风头直逼大白兔 2007年 PU与窝窝金丝侯奶糖竞争的大白兔 更是被菲律宾指出奶糖中含有甲醛成分 事发后 冠生园集团在三天内做完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给菲律宾方面发行沟通 请权威检测机构SGS对生产线的产品进行检测 并得出没有甲醛的结论 召开中外媒体见面会宣布检测结果 大白兔奶糖董事长翁茂走上见面会的发布台 开口之前先包开一粒大白兔奶糖放进了嘴里 这些举动成为很多大学课堂上老师们 津津乐道的经典案例 不过在这之后 坏消息依然不断 2011年 却朝高调收购徐福记 受三具亲爱事件影响 金丝侯股权的80%被外资收购 大白兔苦苦支撑 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里 以大白兔奶糖为原型的 私网印刷作品 收获了无数外国友人的好奇目光 它是德国艺术家约瑟夫·伯伊斯的作品 他对大白兔糖纸中表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 非常感兴趣 除此之外 一批80后导演们 也把这份关于大白兔的记忆 放在了自己的文艺作品中 在于华的小说《兄弟》中 宋刚和李光头两兄弟 就是从一把大白兔奶糖开始相识的 他们在睡觉时 也捧着残留奶香的大白兔糖纸 电影《山楂树之恋》中的男主角孙建新 第一次遇到静秋 从口袋内掏出的 也是一粒大白兔奶糖 如今 大白兔奶糖国民糖果的形象依然没变 为了顺应时代变化 他也顺势推出了全新的包装 值得一提的是 大白兔奶糖的母公司 上海冠生园 曾与法国亲奢品牌合作 推出过一种蓝粉盒装的大白兔奶糖 用出众的颜值 征服了一大批挑剔的消费者 2018年 59岁的大白兔奶糖 更是脑洞大开的 和56岁的美家境跨界联姻 废受关注的大白兔润唇膏 开手不到一分钟就被抢勾一空 2017年 超过24000吨的大白兔奶糖 销往世界各地 利润高达1亿6000万美元 虽然销量依然可观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娱乐方式的拓展 可挑选的零食越来越多 人们对大白兔奶糖的喜爱 早已不负当年的狂热 虽然这其中 不乏大白兔奶糖本身的问题 但是我们每个人 也的确都在追求更好 更舒适的生活中忽略了什么 当打拼一年后回到家里 已经疲于交际的我们 和父母亲人的对话 也变得越来越少 那个材质椅子 偷偷从柜子顶上 抓一把大白兔的少年 早已走向了百花深处 谁还吃糖啊 那是小孩子才喜欢的东西 它成立于1987年 从事于教育类电子产品的 开发 研究 生产与销售 曾为我国少年儿童 学习电脑知识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 作为一款至今为止 仍被很多人念念不忘的 国产品牌 它的火爆 要得益于 其在90年代初 陆续推出的一系列游戏机 它是谁 欲知详情 敬请关注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